一个女人能够和金晨争夺主演 能够和刘亦菲相比较争夺资源 由此可以看见她的能力 而更让人们震惊的是能够和冯小刚走到一起 成为一位冯女郎 甚至让冯小刚的妻子都在一举一动中阻拦 就连在电影节中 也是直接阻止两个人站在一起 之后更是被曝光初和大30岁的富商陈金华 走在一起引得无数网友热议 要说这位女主是谁 那就是演员杨采玉 在人们眼中 她长相清纯可爱是一位女神 不仅仅如此 杨采玉还是一位正宗的学霸 在她的世界里面 作为学生学习就是站在第一位的 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态度 让她在学习方面走在了前列 甚至她还出国留学有了很多成绩 但是因为在国外留学太过无聊 而且远离家乡亲人 于是杨采玉选择了回国 在当时她又再一次进入了北电 成为了一名北电的学生 杨采玉不只是会学习 她还有着很多的兴趣爱好 可谓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在2003年杨采玉就因为自己独特的嗓音 成为少年英雄小哪吒片委屈的演唱者 哪怕是现在的很多人依然难以忘记这首歌曲 当时这首歌曲更是得到人们的称赞 可是想要走上艺术这条路 还是有着一定的困难 毕竟光会唱歌可不行 尽管在当时她也是北电的学生 可是在她的同一季当中 她有着周冬与古丽娜渣两个人存在 即使两个人非常优秀 可杨采玉也同样有着很多的资源 不过却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活起来 甚至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没有激起一点浪花 哪怕她当时已经刻意出演 史前怪兽这一影视剧 在剧中和国际巨星一起凋系 可这部剧确实非常拉胯 有着很多明星也没有办法拉得起来 而杨采玉即使出演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现实虽然骨感 可是杨采玉并不甘心 在2017年冯小刚称赞她为最纯洁女明星 而观众们也是如此表示 在芳华中杨采玉终于得到了关注 要知道选择芳华里面的女演员时候 冯小刚曾经特别说过 要找到一个自然美的演员 而杨采玉就是冯小刚选择的那一个演员 也就在这之后 杨采玉开始的自己的热搜生涯 一步步总已前来找到她 资源也随之而来 可谁知道 在这时候 还温柔灵动的女神杨采玉 却被人曝光出了恋情 杨采玉和一个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密接吻 一开始众人也还不介意 可当得知 是和大她30岁的陈金华 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们纷纷开始热议 要知道一个是美女 一个是商业圈的奇才 要是走到一起自然是好的 可这30岁的年龄差距 实在是让网友们不得不表示非议 两个人是打着所谓的爱的借口 才走到一起的吧 杨采玉的资源也都是陈金华的支持吧 不过面对着网友的非议 其实杨采玉在一开始是没有太在意的 当被询问到和陈金华走到一起的时候 杨采玉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只是之后的非议越来越多 杨采玉才公布了这一份恋情 不过公布这段恋情之后 杨采玉收到的却不是包容 而是更多的意见 杨采玉更是被人们称为资源卡 并且还有一点曝光出来 杨采玉成为大江大河二的女主 要知道 这一部剧按照正常的来说 应该是金晨的 甚至金晨也发微博表示了 可就在之后的改变中 剧组直接选择杨采玉 这一点更是让人们对杨采玉感官更加不好 就连他的演技也被人们开始说到 除了芳华之中的角色 其余的角色 在人们看来都没有太值得称赞的表现 甚至一些网友认为 杨采玉的表演完全没有代入感 要知道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承认他的演技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而这种直接忽视杨采玉的演技 可以说就是对他的致命一击 这还不算什么 再接下来 杨采玉和刘亦菲之间的关系 那才叫一个精彩 要深入联系一下两个人 就会发现两个人的经历特别相同 而且他们的生活之中 还有着一个共同的人 那就是陈金华 陈金华和刘亦菲的母亲是同学 当他得知刘亦菲一家的悲惨遭遇时候 就认刘亦菲为干女儿 而对刘亦菲 陈金华也是没得说 各种资源各种关系都花在了刘亦菲的身上 在他的生日会上面 还花费重金邀请到了很多的大腕 而刘亦菲在陈金华的照顾之下 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刘亦菲也是时常发几张和陈金华爱狗的照片 还有就是陈金华别墅的照片 但是当杨采玉出现的时候 这一切都变了 出道短短几年就有如此之多的资源 陈金华在背后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之后的杨采玉在当被人们发现和陈金华在一起后 更加的顺风顺水 杨采玉也不知为何 还在刘亦菲的黑料上面点了一个赞 这可把刘亦菲惹生气了 原本丝毫不说话的刘亦菲 也是留下了呵呵答三个字 简单的三个字却带有着很大的嘲讽语气 不过这也在说明了刘亦菲的无力 看着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人 却成为了自己的干妈 这可着实让刘亦菲生气 这还不是起点 要知道 杨采玉在之后 甚至就要开始直接竞争刘亦菲的资源了 无论是从外形上面 还是从气质上面 杨采玉都和刘亦菲越来越像 而且杨采玉在仅有的几部影视代表作中 其中一部就是和刘亦菲争夺而来的 原来商店好的重力反转的女主是刘亦菲 后来却直接变成了杨采玉 而且在和迪奥因为各种原因的纷争 刘亦菲选择不再担任迪奥的宣传大使 在这个时候 就是杨采玉成功地与迪奥进行合作 作为宣传大使 一点一点和刘亦菲争夺资源 可是刘亦菲也有着自己的优点 那就是童年人们的回忆 这让杨采玉想要完全获得刘亦菲的资源 还是有些困难 要知道美人配英雄 可是 一个没有足够能力的美人 却很难得到英雄的一片真心 而陈金华与杨采玉就是如此 两个人的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亲密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曝光出来 开始有了隔阂 原本亲密甜蜜的接触后面也变成了索然无味 当被询问到两个人之间是否结婚的时候 万万没有想到 杨采玉直接表明没有结婚 而当询问陈金华两个人的恋情时候 也是被陈金华搪塞过去 表示这是自己的事情 之后的一张照片 更是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 在照片中 陈金华和杨采玉两个人之间隔了一段距离 陈金华就只是在前面走着 丝毫不去管后面杨采玉 不过在这之后随着两个人之间的曝光越来越少 人们也是不再关注两个人之间的恋情 毕竟那是私密事 不过对于杨采玉来说 杨采玉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他有着明确的目标 也有着清晰的方法 只是在娱乐圈中却要注意一个人的形象 还有标签 尤其是现在的杨采玉 被人们打上资源咖的标签之后 就需要花上更多的时间 还有更多的精力 用最真实的演技 将资源咖的标签撕下来 成为一个真正的爆火的演员